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的最后一节课的内容 那么如果您能看到最后一节课呢 相信您一定是对深度学习机器学习课程相关内容非常热爱的 也恭喜你看到了最后一节课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就综合之前讲的近14个小时的所有内容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并且展望一下下一系列的课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深度学习基础介绍进阶课程的内容 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一学期我们一共给大家讲了近14个小时的内容 并且给大家介绍了机器学习中的主流算法 他们的工作原理以及在Python中的应用实现 以及结合了很多现实的例子给大家解释了这个算法如何来应用 那我们来系统的回顾一下本系列课程 我们跟大家说讲了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也就是说我们对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相关算法 跟大家进行了介绍 我们挑选了这些主流算法 决策数 临近取样 知识相当机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神经网络算法 线性回归和class frame 这些主流算法跟大家进行了 算法原理的介绍 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算法 这些主要的点 知识点 好,那么最开始的课的内容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机器学习 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它的概念是非常广 也就是说所有是计算机能够具有一些智慧的学科 它都包括了 那么机器学习其实是一个分支 但是它是一个实现人工智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它其实里面 我们同学们现在学完这门课之后 可能也发现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交叉学科 因为它里面不仅涉及到计算机科学的知识 包括概率统计论 逼近论和图分析 以及复杂的算法理论 多门学科的一个综合学科 它的就是机器学习 它的一个终极目标 就是说让计算机怎么能够提高 它自己的performance 它的一个表现 通过不断经验的积累 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智能性 那么我们第一节课 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现实中的例子 比如说语音识别 自动驾驶 我们看到了谷歌自己研究的自动驾驶车 如何帮助盲人来驾驶 并且我们现在所用的各种的语言翻译 包括计算机试据 比如说人脸识别 还有什么亚马逊 阿里巴巴所进行的这种推荐系统 还有我们现在非常火爆的无人机 包括我们使用的Gmail里面的垃圾邮件识别 这些都属于机器学习的应用 那么相信同学们现在了解了机器学习的翻译算法之后 后面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学习 并且也可以开发一些相关的应用 好 那么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 我们大家之前介绍了一下 就是说深度学习呢 它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领域 一个分支和扩展啊 因为机器学习中 在80年代 我们就知道这个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算法已经早都被提出了 但是呢 它的工作效 它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当时的计算能力的限制 已经数据量并不是很大 那么在深度学习呢 它的出现是因为 以这个研究学者啊 Hinton为代表的一批人 他们呢 根据这个机器学习中的Neural Network的算法 把它提醒了一定的扩展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Neural Network可能只有两三层 但现在我们经过四到五层的这种 更深度的这种Neural Network的建立 并且呢 结合更大的数据量 因为这些年我们的这个 有两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是我们的这个Computing Power 就是计算能力大大提高 并且结合了这个 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对这个GPU Computing啊 在工程方面实现的比较好 再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这个数据量的大大增加 这两个原因造成了我们 用Deep比较深层的神经网络结构 在近了这些年中 对这个机器学习啊 尤其是模式识别 比如说这个Image Processing 图像处理 以及计算机视觉方面 取得很大的突破 是以这个0607年 Hinton等学研究学者 在Science发表的文章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所以这些年的这个主流的 机器学习的方向 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利用 这个Neural Network 这个深度学习的方向 来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那么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机器学一种基本概念啊 希望同学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这些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之后我们谈到所有东西都是基于这些概念 也就是说训练集简单的说 就是说基于一个数据集 我们通过这个训练集 让机器 让我们的算法来建立模型 那么测试集是 我们在建立好模型之后呢 我们没有这个Label Data啊 就是说我们对于测试集中的实力 不知道它的这个分类是什么 所以我们通过训练好的模型 和测试集上的这个特征量 来Predict 预测这个特征 就是它的分类 从而对我们的这个模型进行一定的评估 看它的表现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测试集和训练集的区别 那么特征值呢非常重要 我们跟大家讲了 我们从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天气来触发 跟大家说这个 比如说天气的晴 是否晴温度是怎么样的 这些值都叫做特征向量 那么最后我们要预测的关系的问题是 这一天我们是否能享受运动 是还是否 这样呢就是我们的Class Label 就是我们的这个标签的 目标的这个分类标签 然后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监督学习 什么是非监督学习 半监督学习 是吧 这里面主要的一个区别 就是监督学习呢 是我们是知道这个Class Label的 非监督学习呢 是我们不知道Class Label的 是吧 比如说我们最后两张 学到这个Class Training的话 就属于非监督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那么这个跟大家插一句 就是说我们以后 这个发展的方向 也可能非监督学习是一个 还没有 目前的研究还没有说 达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 回想一下 其实人类的学习的话 我们从小到大 从一个小孩 刮追地开始 对什么东西都不认识 那么 其实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是根据非监督学习来 学习来的东西 所以呢 觉得人工智能 包括机器学习 未来的方向 很大一个潜力 是在这个非监督学习上面 好 而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分类回归的区别 就是Classification和Regression的区别 就是Classification呢 它针对的一类问题是 我们的这个Y 也就是这个 最终的这个 关系的这个变量呢 它是 对于分类来问题来讲的话 它是不同的间断的 这个Category of Data 就是一些量 比如说呢 是享受运动 还是不享受运动 这这类问题 称作Classification问题 那么回归问题呢 称作Regression 就是说 我们关心的这个Y的这个变量呢 它是属于 连续性的这个数值性变量 比如说房价是多少 所以呢 根据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把 我们信德里 也就是机器学习中的基本问题 可以进行一个划分 好 所以首先我们大家 第一个介绍的算法 是Decision Tree 这个决策数的算法 决策数的算法呢 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算法 但是呢 它有时候非常有效 对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需要 实现一些 简单的分类问题 也需要占用的内存 和Computing Power 包括这个复杂度 比较小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这个决策数的算法 那么决策数算法的主要 思路呢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 最优的来可以分 可以分开这个决策数的 这个Attribute 也就是说特征 然后呢 对于它来说 我们有一定的这个 Criteria 就是这个分类标准 来选择第一个 可以分开这个 数的这个特征 然后再进行分类 分之后呢 我们再选下一个特征 所以呢 大家复习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如何来选 这个分类的这个特征 Attribute 并且我们也引入了这个 Entropy的概念 绝对数的算法 它其实是一类算法 它里面有很多版本的变种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G48 包括C4.5 好 那么 这个决策数算法中呢 它的优缺点也比较明显 它的优点呢 就是说直观 非常便于理解 而且它小规模数据比较有效 但它的缺点就是说 处理连续变量 它不好用 并且如果类别较多的时候呢 它错误增加的比较快 而且它这个可规模型比较差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次 跟大家介绍了决策数的算法 而且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Python中的非常强大的一个crew 叫SKLearn的这个crew 它支持机器学习中大部分的算法 并且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SKcrew里面 我们如何来调用这个决策数的算法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过去20年中 可能是算是有点像独领风骚 在这个DeepLearn出现之前 一直是表现非常好的 这个KNN和SBM都是表现比较好的 我刚才想说的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SBM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KNN算法 KNN算法也是非常常用的一种 神圣灵的算法 它的这个主体思想呢 在于我们 它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例的话 我们只要找到 最近的实例点 给它归类就可以了 它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在实际来预测的时候 才进行比较不需要 开始建立好一个模型啊 比较方便 它是一种Lazy Learning 然后呢 它的坏值就是需要大量的空间 储存所有的一致实例啊 算法复杂度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后来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KNN neighbor 并且我们根据这个 不同的花的分类啊 给大家介绍了 如何来实现这个KNN neighbor的一个算法 通过Python来实现 然后在这个KNN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过去20年 表现非常好的 也是Machine Learning中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算法 在Deep Learning出现之前 也就是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支持向量机的算法 支持向量机的算法 在我们介绍的算法中 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因为我们要有一定的这个线性代数 以及对这个向量啊 理解的这种基础上 我们知道 Support Vector Machine呢 它的核心思想在于 我们对于分布的两类的点 我们要找到它的最大的 叫所谓的Support Vector 也就是说 我们要提出一个 这个Maximum Margin的概念 就是我们要画一个 一条直线 或者一个超平面 使它到两部分 这个Support Vector距离要 这个Margin 所定义的这个Margin要最大 那么我们如何寻找 这个超平面 大家可以回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说 Support Maximum Machine 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这个算法 找出来的这个平面呢 它其实 只是因为 个别少数的 这个Support Vector 支持向量所形成的 也就是说 当别的点任意变化 只要我们找出来的 这几个支持向量 它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我们的超平面 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这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 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这个线性可区分 和线性不可区分 两种特点 两种数据 那么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 一个思路 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 两组的点分布 是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 把这些点 映射到一个 更高维的空间中 把它使 原本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变成线性可分的情况 这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里面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思想 大家复习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如何来进行求解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如何来求出 这个最大边际的超平面 大家可以注意回顾一下 这个公式 当时我们跟大家介绍 如何来进行运算 好 随后呢 我们就是对Support Vector Machine 应用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因为Support Vector Machine的实现 是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没有说如何自己实现 而是对这个Python里面的 这个SKLearn的酷 如何调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来进行数据的处理 还有一点思想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原始的算法 它是用来处理 Binary Classification的问题的 也就是说 二维的这个 Classification 两种这个标签的分类的问题 但是后来呢 我们可以把它演化成 对每一组数 我们都可以说 是你当前的这一组 还是其他组 也就是这个 One vs.Rest 这种演变呢 可以用 可以把Support Vector Machine 用来使用 进行多类的分类问题 也就是说 从这个Binary Classification 从两类分类问题 可以拓展成 多类分类问题 好 所以我们Newest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当时 跟大家介绍了 用了四节课的时间 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 另外一种 非常非常重要的算法 也就是神经网络算法 Newest Network Newest Network呢 为什么我们花了 比较多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呢 是因为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是Machine Learning 是为了给Deep Learning 就是深度学习 打一个基础 除了让同学们了解 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中 常用的算法 也对深度学习中 必要的知识 进行掌握 对我们下一个系列的课程 深度学习进阶课程 做一个非常结实的基础 所以呢 我们花了比较重要的时间 和比较多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也就是我们 Deep Learning的一个基础 神经网络算法呢 它比较核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要理解 这个Node之间 这个Logistic Function 这个 它是怎么来工作的 就是说我们如何 通过一组Input 一组输入 经过一个Gate 就是一个神经元 来把它的输出 可以算出来 我们当时也给大家 举了这个详细的例子 给大家解释 这个神经网络算法 包括我们的 Back Propagation 就是说我们通过 输入的数据 向前一段一段 不断的更新 到最顶的这一层 然后我们通过 Back Propagation 再对这个每一个Node 就是每一个神经元 对它的权重 和这个Bias 这个偏向 进行更新 之后来不断的更新 这个Network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思想 所以神经网络算法 它有Input Layer 第一层 Out Layer 最后一层 以及中间的所有的 Head Layer 所以希望同学们 通过这个 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实际例子 再复习一下 对它这个 如何更新权重和偏向 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那么神经网络算法的理论 介绍过之后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Python中 如何实现一个 简单的神经网算法 并且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双区函数 Tangent 这个Function 和这个逻辑函数 Logistic Function 这两个函数 是神经网算法中 非常核心的两个函数 好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用一个实例 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非线性关系 我们可以用神经网算法 非常好的来建模 并来分析它 在这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开始 进行介绍回归问题 就是Regression的问题 那么第一阶段 我们跟大家介绍 这个简单回归问题 简单回归问题 和这个Multiple Regression 就是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和Multiple Regression 它的一个质子区别 就是Simple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它所有的这个变量 X 只有一个X 也就是说 我们只有一个 这个字变量 对应的这个Y 而且它的模型是线性的 所以这种方程的话 我们就叫做 这个线性回归 简单线性回归 这里的重点就是说 我们要算出来 这个结距和斜率的 这个估计值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预测 对于新来的这个节点 我们如何计算它的Y值 那么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大家要了解清楚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前提假设 关于这个偏差 我们先讲的打假设 大家要理解一下 也不是说 所有的模型 我们都可以用 这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有的需要使用 这个非线性的模型 好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进行了 这个多元线性回归 多元线性回归呢 它与 这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简单线性回归的区别 就在于 它是一个 自变量是多个 也就是说 我们有多个X 那么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回归模型 和多元回归方程 它们间的区别 还有我们整个来做 这个模拟 Estimation的 这个Process的 这个流程 然后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 举了一些现实的例子 对于多元线性回归 我们用一家快运公司 然后如何来 他们之间的这个X 是这个运送 里程数和运送的次数 Y是呢 总运送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用这个 Multiple Regression 多元线性回归 来模拟 这样一个 对于运送时间的 这样一个估计 并且我们 通过这个Pattern 中的代码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何在Pattern中 应用多元线性回归 好 之后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了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Logistic Regression 是Deep Learning 也是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算法中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模拟 这样一个双曲线的函数的时候 我们无法用线性回归 很好的模拟 一个直线来模拟它 所以我们需要用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那么大家 这块重点 就是要看一下 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 它的函数的方程 它的这个形状 以及它的特性 为什么我们要用 这样一个方程 我们是把0在1之间 这样一个step function 把它软化成一个曲线的过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来模拟很多 就是0在1之间的这种变化 好 然后在这个非线性回归呢 我们跟大家也直接举了例子 跟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如何来进行 代码的这个Python中的实现 那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又介绍了 这个相关度 也就是Regression问题中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了 两个基本概念 就是这个Pyerson Correlation 就是两个变量中相互的 这个相关度的多强 然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相关度 可以是在负义到正义之间的 如果是0的话 就是非相关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重要的R平方值 是如何计算的 R平方值呢 它是一个 Regression 它的fit 它逆合的程度的 好坏的一个标准衡量 所以呢 我们通过R square 来衡量 这个好坏度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R平方值 它的一个adjustment 就是说它的一个调整量 来更科学的衡量 线性回归的 它这个逆合度的好坏 好 然后在 这个回归中呢 我们跟大家也 也这个用Python的实力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如何来计算 这个R square R平方值 这里面的一个关键的含义 就是说 我们有两个量 就是三个量 SST 就是说 总的这个变化量 和这个SSR SSE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 以及它们怎么计算 这里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希望同学们把这个点搞清楚 然后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进行了这个巨类 也就是说我们从 之前一直讲的这个 Supervised Learning 我们知道这个分类的标签 到不知道标签 就是我们纯粹是做一个巨类 这样一个转化 那么巨类中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两种 非常经典的算法 第一种是 K-Means的算法 大家详细介绍了 这个K-Means如何工作的 然后它要先选一些初始点 然后不断地通过更新 来改变这个巨类 一直到这个收敛为止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K-Means它有一些缺点 就是说 首先呢 它这个最终的结果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K值是怎么样的 然后还要知道 这个K-Mean中 我们这个初始点的选取 对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 我们对K-Mean算法的 原理介绍之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在这个Python中 如何对这个K-Mean 进行自己的一个实现 通过这样一个 Python中的实现 希望大家对K-Mean 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 好 那么后面这节课呢 我们就是 最后节课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巨类的算法 就是说这个Hair Aquacal Clustering Hair Aquacal Clustering 它的优点在于 我们可以在建立这个数之后呢 任意选一个预值的话 就可以来分 就是说我们想分成几类 所以这是比较灵活 就一旦我们把这个Hair Aquacal Clustering 这个Tree 这个竖形结构 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预值 选取预值之后 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到分类的结果 这样是Hair Aquacal Clustering的一个优势 那么就是这节课 总体来讲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Machine Learning中 非常常用和主流的算法 并且每一个算法 结合了Python中的实现 以及实力 希望同学们呢 对这些算法 理解之后呢 自己也可以写一些代码 对这些实力进行一些运算 然后Machine Learning 可以解决现实中 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大家现在 这个基础就是 对它的算法理论进行理解 并且如何实现 掌握之后呢 我们可以针对 平时遇到各种问题 尝试用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这节课的另外一个目的呢 也是希望我们在下一节课 要专门来讲解这个 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的课程 对这个深度学习的 进阶算法做一个铺垫 也就是说我们重点 要理解这个 Near Network中的这个重点 比如说logist regression 怎么工作 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之后呢 便于我们对深度学习的 进阶课程有一个基础 最后想说一下 就是Machine Learning这门课呢 其实我们这是 作为一个基础的课程了 只是大家介绍了一些 简单介绍了一些基础的算法 但是呢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有讲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association 相关度 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算法 所以呢我们希望同学们 有兴趣的同学 既然你能看到最后一节video的话呢 希望我相信你是对这个 logist engineering这个领域 比较有兴趣 那么希望你能够 我们这个课 可以作为一个初始的一个课程 给大家引入一个兴趣点 那么现在互联网上 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希望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于去挖掘更多 更深的 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 来更深刻的理解 并且呢 对这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做一个铺垫 然后我们下一节课呢 将对深度学习 做重点的描述 也就是说深度学习中 有很多 基于Nero Network的 各种各样 不同Network的结构 并且呢 我们需要用到 比如说GPU Computing 对于这个环境的要求 也比较高 因为深度学习呢 它本身是一个 就是Computation Intensive的一个运算 所以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如何通过GPU来进行计算 如何连接我们现在的 所讲的简单的Nero Network 如何把它的层级弄得更多 深度学习中 有哪些 和Machine Learning中 基本算法 不一样 有联系的地方 好 那么 我们讲了这一本学期的 这一节课 也就是说 我们接近14个小时的视频 给大家介绍了这门 深度学习技术学校的课程 机器学习 就在这里 感谢大家 收看到最后一节课 也希望你 如果有兴趣 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即将推出的下一节 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进阶的课程 好 拜拜